雷師傅今天要帶來一道護腦的料理 對對對 我們今天要做這道菜 其實也很簡單做 但是食材部分要準備比較多一點 今天這道菜做田園豆腐燉飯 田園聽起來就應該很多蔬菜 很多蔬菜 很多蔬菜 對 那還有雞肉 雞也在田跑 所以田園豆腐燉飯 那其實在做法一樣很簡單 先把這個五穀雜糧飯 煮成熟飯之後 準備把它放進鍋子 記得鍋子也一定要稍微 去把它做一個溫熱的一個動作 提早先加熱 那先把這個飯的部分先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你會聽到 有一點嗶嗶嗶的聲音 有一點嗶嗶嗶的聲音 那這時候不用急著去跟他拚命 因為其實燉飯 你要讓他有一點米飯的香氣出來 這燉飯才會更好吃 那接下來我們先把它撒上一點點鹽巴 不用多一點點就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要做這個燉飯 我會先撒上一點鹽巴 是我先再把牛奶放進去 而不是先把牛奶放進去 再把鹽巴放進去 因為如果你先把牛奶放進去 再把鹽巴放進去之後 其實牛奶很容易結塊 真的嗎 會有差嗎 口感就會不好 因為其實燉飯要做到 讓它有螺順感 濕滑感 其實我們這個過程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實是鹽巴先放 然後可能炒一下下 牛奶再放下去 對對對 那接下來我們把牛奶的部分 稍微把它淋上去 這個米飯上面 有聽到聲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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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飯感覺開始要有了 對對對 讓這個奶香味稍微出來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綠茶高湯的部分 也把它放進去 那綠茶高湯 除了綠茶 我看他顏色有一點濁濁的 是還有加上其他東西 我加了一點魚高湯 加了一點魚 接下來把它放進去之後 慢慢再燉煮的過程 這時候我要加一點豆腐泥 這個時候要下囉 豆腐泥我們先把豆腐 一整塊的板豆腐倒成泥之後 稍微給它脫水 脫乾乾的 到時候我們把它放進去之後 整個會有一點豆腐泥的那種香味 豆香味會很足夠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豆腐泥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讓它在鍋子裡面 慢慢的去給它做一個微煮 那這記得我們要把它拌勻 拌勻之後開小火慢慢微煮即可 對 我們在眼前看到 其實我覺得是五彩繽紛的顏色 其實有包括黃 紅 甜椒 蘆筍 還有茄子 其實紫色 黃色 紅色 綠色 白色 這些對於我們說護心血管有什麼幫助 你知道嗎 常常有個口號叫做 每次五酥色 就是吃五種以上的顏色 可以讓健康來靠近我這樣子 所以就有人講 吃五種顏色以上 那我就吃個紅黃茄 不就有了嗎 對不對 至少就保了三個到四個顏色 那像茄子來講 它本身就是可以抗氧化 而且可以保護我們的腦 所以我覺得像茄子 尤其是紫色這一種 對我們的腦部的屏障 抗發也是非常好的 那我個人本身是喜歡吃 那個黃椒 真的嗎 你喜歡吃黃椒 很多人都太怕吃 不是 因為很胖的時候 就會想要吃 因為大家喜歡減肥都知道 它有高甲 然後可以瀝水 然後可以讓保育 增加飽足感 對 所以我們就喜歡吃 這些方面的東西 那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它的有A C E的維生素 那當然紅色是我們知道的 也是一樣 它就是有可以降低我們的 這個接近帕金聖的30% 所以很多人說我要投資股票 不用投資身體稅 這個高報酬率 30%降低我們所謂的帕金聖 所以你說是不是很好啊 對 所以其實把這些 很好的顏色加到料理中 其實就可以幫助護心血管 對 我們現在把這雞肉片 這雞胸肉 把它切薄薄薄的 跟我們這洋蔥完全去給它 拌炒在一起 另外看鍋子的這一端 我們燉飯的部分 我加了菠菜碎下去 煮起來會有點像什麼 像青醬燉飯 青醬燉飯的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的 讓它在鍋子裡面稍微去 加微煮 一樣我們稍微把肉片的部分 撒上些許的鹽巴 把鹽巴撒進去之後 一樣在鍋子裡面稍微給它熟成 好 一樣我們現在開始 煎炒的時候發現 有沒有發現洋蔥味道 跟肉片的味道 其實我們這邊聞起來是很香的 對 好 接下來紅黃甜醬 有沒有利華最喜歡的 對 紅黃甜醬 把它放進去 鹽中的最愛 鹽中的最愛 放進去 所以要做一個拌炒 現在在拌炒的過程 怎麼看都像中獅在炒 青椒雞丁 彩椒雞丁那種概念 都不用緊張 我們開始再把這一個 茄子的部分也放進去 茄子我稍微用這個橄欖油 稍微給它煎一下 已經先煎過了 煎過 煎一下之後 一樣把它放進去 延伸就會很繽紛 接下來把蘆筍的部分 把它放進去 我們留這三根等一下擺盤用 這個要做一個拌炒 所以這三根把它加炸成用 對 拌炒的過程 這時候我們把胡椒 一樣把它放進去 胡椒放進去之後 來增添它的香味 一樣在鍋子裡面就給它拌炒 拌炒至熟成之後 這時候我們打開鍋蓋 有沒有看到燉飯 有 全部都噗滋噗滋的 對 全部噗滋噗滋的作響 這時候我們再把剛剛炒好的 這些雞肉片的部分 再把它放進去 好 我們這道護心血管 護腦的料理就完成了 試試這道田園豆腐燉飯 將甜椒茄子與雞肉一同拌炒 香氣逼人令人食指大動 既可以養顏美容 還能幫助你延緩大腦衰老 八星生死症除了我們剛剛講到的藥物 或者是一些手術治療以外 沈怡燒帶來一些居家的復健運動 對 八星生的病人他可以這樣子做 我們教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叫做舉手抬腳 手舉高 眼睛看著手 腳伸直 腳板要往自己這個方向頂 這個數十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為什麼要數呢 讓八星生的病人這樣數 他可以增加他的肺活量 大聲喊出來 再來就是拍手交叉 第二個動作 拍手 交叉 拍大腿 這個滿訓練他的反應 拍手 交叉 拍肩膀 拍手 交叉 拍大腿 拍手 交叉 拍肩膀 這個對我們來說很輕鬆 可是對八星生的病人 可能稍微難一些些 對 今天講了很多 跟腦部有關的問題 其實要特別提醒一下大家 因為腦部其實跟我們的心血管 也就是三高問題 其實是息息相關 哪三高呢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所以如果我們要預防 不要讓這些事情發生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有沒有三高問題 跟醫生配合得好不好 檢查有沒有做了呢 其實我們只要掌握這些精髓 不要讓腦中風的問題 發生到這個狀態 而讓腦中風的問題 用及早的方式預防做治療 那我們健康2.09 下次見囉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 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喔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 發生到來的 然後